今天健康吉时童就问了 夜市的千元病啊跟千元冰淇淋 到底能不能吃 还有液态蛋吃了会不会中毒呢 我们今天就要请专家来帮大家解答 是 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个液态蛋 液态蛋 对 这个液态蛋在我们课本里面有讲过 那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准备这个液态蛋 因为它平常比较难取的 对 你可以看一下 主持人可以看一下 天啊 液态蛋它真的是液体 它是用氮气在高压之下制造得到的 大家有看到吧 这个像水流出来的感觉 但是它跟水完全不一样 它有好多云雾 有点像下干冰那种感觉 是 是 是 跟干冰的效果 它比干冰的效果还更强 对 因为温度更低 是 你刚刚提到温度嘛 是 好 我们现在看到液态蛋 确实是会这样子不断地冒烟 我手伸到这边来其实是冰凉的 是 是 没错 老师 这里面的温度大概是几度 因为之前就有新闻了 说有人吃了这个 洗完壁之后嘴巴被冻伤 冻破了 是 其实它温度非常低 它温度是大概零下-196度气左右 那如果我们人体碰到会怎么样 我们人体碰到的话 这个要我们今天来做个实验 就可以知道了 对 好 老师今天叫我们准备了猪皮 猪皮其实它跟人体的皮肤构造 是有一点伤似的 还蛮类似的 对 所以我们可以有借由猪皮这样子的实验 来给大家看一下如果我们人体的皮肤 长时间接触到液态蛋会有怎么样的效果 好 我根本不敢碰它 所以我现在把猪皮放下去之后 是 你可以泡一半在里面 一半在外面 那可以了吗 还要再等一下 OK 再等一下 整个都是 是 它现在就是猪皮在吸收液态蛋的热量 所以液态蛋快速地在气化 而且大家有没有听到 啵啵啵啵啵的声音 基本上我看到的就像水沸腾的感觉一样 是 好 我们要把它拉上来了吗 好 可以拉上来 可以 观众朋友 你有没有看到 我们刻意把猪皮泡一半 所以上面还是这种软软的猪皮 下面我现在手可以摸吗 下面可以 是没问题的 下面可以 你看光颜色 好冰 而且已经整个结冻了 对 如果是换成人类的皮肤的话 可能早就已经坏死掉了 所以它其实你长时间接触它液态蛋 是有相当的危险性 好 今天我们除了准备猪皮之外 大家看到这个小朋友最喜欢吃的棉花糖 准备这个过来 其实也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进去之后整个它都变性了吗 就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 对 它会因为低温造成它结构改变 而脆化 对 好 我先按给大家看 这就是一般的棉花糖 小朋友最喜欢吃很有弹性的那种 是 好 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先把棉花 棉花糖就直接放进去 又开始肥起来的感觉 对 它就吸收 其实主持人你知道这个白烟是什么吗 是什么 这个白烟你觉得它是液体还是气体 看起来是气体啊 因为它是气体流动的感觉 看起来是气体 对不对 其实这个白烟是液体 对 这白烟是水气 是小水滴 水气预能凝结之后形成小水滴 我们之所以做这个实验室要提醒大家 这个液态氮是零下195.79度 所以虽然餐饮上有很多的噱头 但大家真的要特别小心 如果有人不小心含在嘴巴里不得了了 你的嘴巴可能就会被冻破 刚刚看到这个猪皮是这样啊 一边还软QQ的有没有 然后另一边已经变成这样 如果用力折应该是可以折断的 它已经是完全被冻伤了 那这个是假设是人体皮肤 就可以知道有多严重 好 那如果以糖果来讲的话 我可以摸它 可以 没问题 但是它整个已经像冰块一样 对 它已经像冰块一样 那我们来做个实验咯 就把它敲碎 对 好 看到没有 直接就是像冰块敲碎的感觉 它就像是一块砖头被敲碎一样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了 既然它是极速的冷冻 我们都看到了 这个是极速冷冻 还有这个是极速冷冻 那为什么可以做成像冰沙或冰淇淋呢 到底这是怎么做成的 好 老师我今天有考题要给你 我带了汽水过来 如何变成冰沙 到底它的原理是怎么做的呀 好 那我们今天来试试看看 主持人帮我把汽水到三分之一 到这个杯子里面 好 那汽水基本上它是液体 所以让它变冰沙的话 其实原理很简单 只要让它温度下降的话 然后不要处在一个流动态的状态之下 我们持续地去让它降低温度 它就会变成冰沙 那我们现在教大家一个很快的方法 用液态蛋将这个液体的汽水 很快把它变成冰沙 在家里或者可以取得液态蛋的人 还是不要乱试 我们只是请老师告诉我们原理 它是有相当的危险性 那主持人等一下帮我一边搅拌 我一边把它这个倒进去 这感觉好像在帮我妈妈做蛋花汤或什么 一边帮她搅拌 或者有一些做料理 就不断不断地搅拌 对 不断搅拌均匀地搅拌每一处这样子 现在在里头都还是可以觉得搅得很顺 对 它现在会让 是是是 它是搅到有一点感觉 你阻力的时候就已经快成功了 有喔 有喔 现在开始有一点点 有点阻力的话 对 有点阻力 不是这么容易搅了 其实这个实验在学校做的话 算是蛮有趣的 对 小朋友也会玩得很开心 而且可以借机了解液态蛋的一些方式 可以了吗 老师 可以可以 我看一下 我看旁边有一些结冻 其实在饮料上面 不管是果汁或鸡尾酒 就有类似这种上面飘着液态蛋 但是在国外有例子 曾经有人因此受伤 是 没错 液态蛋它的 它做的东西到底可不可以吃 其实液态蛋基本上是没有毒 对 但是为什么外国会发生这样的案例 是使用液态蛋之后 它发生了胃穿孔的现象 胃穿孔 对 它发生了胃穿孔的现象 是因为 如果食物中还含有液态蛋的话 你直接食用进去的话 那胃是一个密闭的空间的话 密闭的空间 对 那液态蛋瞬间 会因为吸收身体里面的热量 而导致气化 变成体积膨胀大概是数百倍 大概七百倍左右 所以类似像这样的饮料 国外的例子就是 一口就把鸡胃就给喝下去了 是 没错 它在我们的身体里头就开始灼伤 然后造成胃穿孔 所以类似这样子的饮料 或者甜点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大家要特别小心 对 没错 来 我们的冰沙做成了 让大家看一下 就是瞬间 有一些餐厅他们用这样子的噱头来吸引你 瞬间让果汁或者汽水变成冰沙 其实它就是到了非常多的液态蛋的关系 那么再次提醒大家 其实这都还是有危险性的 还有 其实液态蛋在医疗上用了很多 包括像病毒油 或者说是冷冻精子卵子 或者是脐带血的干细胞储存等等 所以它在医疗上用是没有问题 不过生活上 请大家还是多加注意了 如果生活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健康及时通 及时通健康 大家可以在健康2.0的FB 或者是郑凯仁粉丝团的FB上面留言 我们会找专家为您破解